大家好 现在我在我们仓库的打包现场 在12月初的时候 有说我们在罗山 就是有说飞虎之后 把异彩的章节舞那里来 定制了一批 我们去年这也定制了一批 因为真实的 无声审告 讲述财同手工制作的 这些财同食品 但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定回了以后呢 卖出去的反应 不是很好 为啥是呢 你说实话 手工的价格都很高 就好像我们这个米花糖一样的 外头的米花糖比较近 但是我们这个米花糖 由于它是用的很主油 所以说全手工 但一米啊 就全不是 所别的就是全不是一个财同工艺 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 我们这个三百天佛的这个 成本加包装 加运货 都是将近二十块钱 可能我说出来就可能不行 但这个就是事实 由于12月3号 我们当时全手工五天佳 当时进了有两千多份 到现在之后 我们都还只卖了几百份 现在还剩了一次 可能有一千二百份 还有一千二百份的样子 由于它说现在呢 因为我们保自己的两个月 它现在就是保自己过半了嘛 因为有了现在 12月3号 现在也说今天是1月8号了 所以说有了我临时决定 就是这一批米花糖 不卖了 用来赠送给大家 然后又说 我也给大家说 就是粉丝同学们 明年之后 我也不会出了 因为有了去年这个 这个米花糖的话 后期我们也是中了的 当时亏了一两万块钱 今年只有了 跟米花糖也要亏一万了块钱 所以我不可能 年龄都在亏这个位了 只是手工具 所以说明年我们不出了 这个就是我们火焰室的最后一批米花糖了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 今天在我们店主下单的 不管你买啥子 每一个ID送一份 把这一千二百份送完为止 给大家看哈 这个米花糖的生产日期 我们打到这儿你看的 是2020年12月3号 又说它的保持期是到就是2021年的2月2号 就是说到现在就是到保持期的话 它有将近就是将近度的时间 然后又说它打开是这样的 就是我送给你们的话 打开是这样的 一个手工手工货 然后里面又说它是有三包米花糖 米花糖就是有些地方还有米花那些 你意思说你拿着就要交开 直接就可以吃了 真的是又小又脆 这个就是小吃的味道 关于说你们现在在我们店铺里面下单 任何店铺都可以 只要是火焰的 大四百 组织的东西 就是在这里 我们上来看看 好多多点 我们下来再来 第一个小吃 这个小吃 我们下来 这个小吃